人可以被逮捕 被杀死 被遗忘 但是思想不悔 生命可以被终结 但是意志永远都会得到传承 Furong Way 平行时空里 一个虚构中的未来伦敦 英国变成了一个由独裁者苏特勒 所统治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国家 英国人民生活在这样的残暴统治下 疾病 饥荒 灰暗 秘密警察无处不在 一天深夜 少女艾维由于擅闯宵禁 即将被政府爪牙逮捕之际 被一位带着自由斗士 改衣福克斯面具的男人给拯救了 男人告诉艾维 我叫佐威 并在当夜 带着艾维站在了一栋高楼上 伴随着广播中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 欣赏了一桩 由他精心策划的大爆炸 将老巴黎街炸得灰飞烟灭 威的所作所为 深深地撼动了艾维的心灵 但是此时此刻 无论威是多么的绅士 多么的勇敢 却掩盖不了 他就是一个恐怖分子的事实 一日 艾维像往常一样在电视台上着班 可他却忽然看到了一车 带有威面具的包裹 他意识到 他再次卷入了威策划的行动中 而另一头通过对当夜录像的整理 警长芬奇决定逮捕艾维 可就在芬奇来到电视台寻找艾维时 威策划的第二次恐怖袭击发动了 威通过控制电视台的演播室 向着全英国的每一个电视台 都发表了他的演讲宣言 威在演讲中说道 尽管沉默让人民选择了闭嘴 但是言语依然拥有他自己的力量 煽动式的演讲迅速在这个高压独裁 政府统治下的人民心中 拨下了他启蒙的种子 而威更是在演讲结束时宣布 他将在明年的11月5日 炸毁国会大厦 本市政府精心打造 用来掌控鱼刃喉舌的力剑 凡被异见分子威给掌握后 统治阶级迅速发动了最为激烈的反应 特警部队封锁了整个演播室 执行队员更是抱着不留活口的态度 在执行任务 只是这些面对早就做好了 万全准备的威来说 也不过是他早就策划过的一种演出罢了 而其中唯一的意外就是艾维 本来毫无关联的艾维不知为何 鬼使神差的帮了威一把 帮他从警长分歧的身边逃脱了 也因此不管艾维愿不愿意 他都彻底成了威的帮凶 而临走时 由于不忍心艾维遭受警察机关的审讯和逼供 威也擅自做主 将晕倒的艾维带回了家 电视台事件后 苏特勒政府想要继续通过假新闻 来掩盖这个国家的权威 正在遭受挑衅的事实 可是一直服从和忍让的民众 并不是真的愚蠢 仅仅只是沉默罢了 他们已经不再相信电视台的任何说辞 另一边 被威带走的艾维 虽然暂时不用担心政府的抓捕 可是 他却面临着整整一年 都必须软禁在威的居使的困境 此时的艾维心里 还并不能接受自己 成为了恐怖分子帮凶的事实 尤其是当他看到威 轻松的就将这个国家最知名的波音员 伦敦之声普洛特洛杀害时 艾维感到害怕 为了逃避这里 艾维假意要帮助威进行恐怖行动 并打扮成了可爱的幼女 主动去服侍威的下一个目标 一个有着恋动屁的 这个国家最受人尊敬的神父主角 可是神父 却仅仅把艾维对他的警告 当成了一种全新的调刑方式 在这个荷尔蒙 已经灌满了整个地中 还脑袋的神父眼里 除了艾维那充满情趣的可爱肉体 他什么也看不见 威的行动一如既往的顺利 神父被干掉了 而艾维 尽管他的出逃计划失败 却也不再愿意回到威的身边 而是逃窜到了 他原来工作时的上司 另一位电视台主播迪特里克家里 可是在这位主播家中 艾维担心得被举报这件事 非但没有发生 反而看到了 更加令他难以相信的一幕 原来在迪特里克家的地下室 他收藏了大量的各类 自由反叛的书籍和资料 甚至包括侮辱首相苏特勒的华作 迪特里克对艾维说 请你不用担心 因为你犯的那点事 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另一边 警长芬奇的调查终于有了一点进展 通过对目前的所有死者档案的详细调查 芬奇找到了他们的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和独裁统治前就成立的某个实验室有关 可是当芬奇顺着线索找到了最后一位实验室成员时 还是晚了一步 芬奇找到的只有一具毒发身亡的尸体 但是好在芬奇也不是一无所获 通过在死者家中的搜查 他找到了一本日记 这本日记上记载了一个惊天的阴谋 并且严重抹黑了当今众多政府要员的形象 为此首相苏特勒亲自对芬奇下了封口令 可是即使本身就是暴力机关的一份子 举止着芬奇行动的除了义务和责任 更多的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 是为了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幸福所必须的 当芬奇感知到原来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时 芬奇的信念受到了动摇 而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威之道 时机陈述了 于是他邀请了芬奇和他的助手亲自见面 把所有真相都告诉了芬奇 原来现任首相苏特勒 当年为了上位联合了一帮政党官员 一起研究了一种致命性的传播病毒 然后这种病毒只有他们自己才有解药 借助于自己传播病毒制造恐慌 接着又自己贩卖解药和疫苗 苏特勒一行不仅从中谋取了巨额暴力 更是在大选中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达到了他独裁统治的目的 而威不过是当初那场实验的一只小白鼠而已 威的话语更加证实了芬奇的猜想 也将他们本就已经动摇的信念彻底击垮了 他的调查重点更是从抓捕威变成了 从这个他再也无法相信的政府里 找出所有的真相 艾威引力在狄特里克家的时间也没能持续太久 由于迪特里克的判定思想 他做了一期讽刺元首对恐怖分子威 无可奈何的娱乐节目 虽然节目效果爆炸 观众们笑得乐此不彼 但是迪特里克也因此被捕 丢掉了他自己的性命 艾威则是在淘宝的途中 被秘密警察逮捕了 严刑审讯暴力逼供 秘密警察把艾威的头发全部提光 对他实施了所有能想到的招供方法 可是无论是温情劝告还是言行逼问 艾威一丁点都不肯透露关于威的消息 更是在牢狱中 找到了一张 记载了一位女同性恋为了爱人 义无反顾的 独自面对暴力机关事迹的自传 受到这一切的鼓舞 艾威想起了他同样是为了自由 而奋不顾身的上街游行 最终被秘密警察伤害的父母 艾威终于明白 他一直以来 在他的内心深处潜意识里 他就是向往自由的 向往着勇敢和正义 所以他才会下意识地一次 又一次卷入微的恐怖计划 并不自觉地去帮助他 可是这时艾威却发现 其实这一切都只是 威所策划的一场考验罢了 其实从他逃离迪特里克家开始 威就已经救下了他 接下来的一切都不过是威的表演 虽然起初艾威非常气愤威欺骗了自己 可是在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勇气和本心后 艾威还是下定决心 要加入自由的事业 永远无所畏惧地战斗下去 并和威约定好 在明年的11月5日 两人会再次见面 元首苏特勒为了抓博威 原本就已经非常变态的独裁统治 变得更加变本加厉 只要是见到有人敢违背他的号令一丁点 即便是孩子 秘密警察也毫不留情 最终在这种残暴的统治下 民众沸腾了 他们举起了自己手中的刀斧棍棒 将势单力薄的秘密警察捅翻在地 而民怨的沸腾只能令苏特勒更加变本加厉 甚至他开始无止境地责骂起自己的下属 逼迫他最得力的助手特务头子 克里蒂辞职 而本身实权在握 并无法再忍耐这个除了嘴炮以外 什么也不会的独裁者的克里蒂 也在一次和威德密谋中上帝 要在11月5日那一天把苏特勒给解决 时间终于来到了约定的日子 数十万的民众全部换上了威德面具和披风 他们好适当当地走向了全副武装的士兵 坦克和军队 这一刻他们都是威 他们无所畏惧 克里蒂也如同约定的那样 把苏特勒带到威德面前 并亲自处决了他 可是当克里蒂准备顺势把威也杀害 数十把手枪全部指着威时 威却说道 面具之下的不仅仅是血漏之躯 更是一种思想 而思想是不畏惧子弹的 接着威独自一人凭借着他高超的剑术 而最后一位政府核心高层克里蒂也处决了 由于军队迟迟无法联系上任何一位 有资格发布开火指令的高层 他们也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民众穿过他们部下的钢铁防线 什么也不能做 或许他们原本就什么也不想做吧 最后的最后 身负重伤的威走到了艾维的面前 在这两位自由的斗士 做出了最深情的告白后 艾维将威的尸体 放进了那一列塞满了炸药的火车 并在警长芬奇的主视下 按下了列车的启动按钮 随着鲜艳的列车 缓缓地朝着国会大厦市区 所有人都在夜色中 静静地待午夜终身地响起 砰的一声 威遵守了他的约定 万众瞩目下 国会大厦燃起了最眼里的烟火 而民众们也纷纷摘下了他们的面具 芬奇看着这帮壮丽的场景 她轻轻地对艾维问道 能不能告诉我 威究竟是谁 艾维回答道 威就是威 她是你 也是我 她是我们 每一个人 艾维回答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